在内蒙古自治区西林郭勒蒙乌拉盖管理区,有一支马背警队,成立近一年,他们为辖区牧民解决了不少难题,尤其在疫情防控期间,警队利用雪橇为牧民运送物资,做出积极贡献。 因此,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决定扩充马背警队,为他们送来一批没有经过驯化的马匹。 近日,民警们驯马的过程被镜头记录了下来。 时间来到驯马这一天,一大早队长阿七途就煮好了手把肉,还拿出了老家烧来的奶食,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早餐。 上午九点钟,队员们围坐在一起,却因为驯马方式产生了分歧。 咱们不能因为自己怕咱就不自己驯是不是?咱也得自己尝试的话,不能每年都找牧民。 找牧民驯不是我,我也是考虑过对我们队员的安全,安全考虑的。 这不是说,就都是深刻的嘛。 我们呢,一个人驯不了,俩人还是驯不了,俩人不行,三人,不行了就全上。 不行了就把牧民找过来,让他们驯,我们也得驯,看谁驯得好。 刚才我们中间也有点小摩擦,我也是考虑到这个大家,这个我们队员们的安全考虑吧,所以我就叫几个这个牧民朋友,把帮着这个讯向。 上午十点钟,三位牧马人带着套马杆前来赴约。 队员们看到热心的牧民来了,也忘了刚才的争吵,有说有笑的聊了起来。 上午十一点钟,手持套马杆,身穿蒙古袍的牧民朋友和戴着警用头盔,身着身蓝色大衣的民警经过一分商量, 选定了一匹三岁的高个子马作为第一个驯服对象。 牧民和民警慢慢接近马群,一位牧民迅速用套马杆将马套住,一场你争我赶的人与马的较量瞬间展开。 只见牧民抓住套马杆不放手,跟着马奔跑一段路后慢慢接近生马,敏捷而果断地压住马头。 此时,民警三一巴牙尔迅速靠近,奋力一跃跨上马背。 生马虽然暴跳如雷,但经过一番挣扎,还是越来越老实。 这样的场景不断上演,一匹匹生马被驯服。 牧民不和哈达介绍说,驯马不仅是力气活,还是个斗智斗勇的过程,不能操之过急,要慢慢来。 让马匹熟悉主人和培养感情,这样驯出来的马才会有灵性与骑手成为好朋友。 时间在忙碌中过得飞快,转眼就是下午五点钟。 民警末日格德亮了一首烩菜的绝火,劳累一天的民警与牧民围坐一桌,吃着美食,聊的都是关于马的话题。 感觉效果可好,特别好,因为他们不在的话,有可能这个抓马的时候也挺吃劲,挺困难的。 今天这个因为有牧民朋友们的就是帮助吧,然后我们一起配合。 然后我感觉这个不过一会儿就是抓了两匹马,也选出来了。 与牧民朋友道别后,阿企图与两位民警骑上马前往辖区内的赫斯格闹尔市地巡逻。 眼下正值候鸟迁徙季节,他们每天都要到车辆进不去的湖边巡逻,防止有人下网捕猎候鸟。 驯马,巡逻,在乌拉盖管理区,马背警队民警们的一天,就是这么朴实无华,却又充实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